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对象目标检测的视频 是这样 上一期我给您分享的是荒野乱斗 那个里面大概是一个四分类的检测 我这两天想再做一些少一些分类的检测 我把分类的数量建上来 我再测试一下我建的模型 看看好不好 所以说今天我再做一个三分类的检测 我用这款游戏 是这个街头霸王5 这是个老游戏了 好那咱们先少许 马上看看这个 我训练出来的模型的效果 马上开始 Go 我论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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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次攻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算了 感觉还是可以啊 不过这个游戏速度有点快 感觉有点跳针是吧 不过感觉这个训练出来的样子 应该还行 然后我下一期呢 我准备再选另外一款游戏 然后我把这个分类呢 由三分类再调成两分类 包括最后我的一分类 我都想试一试看看这个是个什么效果 因为分类越少的话 它这个模型键的这个层数就会发生变化 包括参数的都会发生变化 我想测试一下也都是 然后有幸运朋友也随时关注我的吧 频道吧 好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